高难度飞跃至霸蓝天 1997年台湾第一批幻象2000战斗机种子教官光荣归国 首席式飞官面孔就是现任参谋总长沈一鸣 因为他的方向感跟这个三度空间的这种立体感 飞行线上不行就淘汰了 镜头前因自焕发身为空中旱将 沈一鸣空军官校六时期第一名毕业赴美深造 再到法国受训成为幻象2000首席式飞官 更早的1980年代他也曾接下大漠计划总长 前往中东执行秘密任务 从今曾做起担任过空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 去年7月才晋升参谋总长 郭军三行主力战机沈一鸣全部驾驭自如 设外能力幼睦共睹 我觉得他比较是有点类似于一个书生型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将领 所以我们老实说希望能够最后有好消息 沈一鸣作风温稳如雅 EQ高不会任意责骂部署 是同仁推崇的领导者 私底下的兴趣是阅读运动 各界更对他赞誉有加 过去有曾经安排媒体的这个 到这个雷达站的这个践行啊 这也表示说这个官员愿意 利用各种的机会去跟媒体交流接触 即使年过六旬浓媒大演依旧引人注目 沈一鸣被公认是出名的帅哥 还有媒体封他军中行男 堪称飞官模范生的他遭逢黑鹰植生机失事 是近年来国军将领意外殉职的最高首长 用生命奉献给热爱的中华民国 救难队员小心翼翼测试每根脚趾头有没有反应 索性并未伤及神经 郡文社新闻官陈映竹躺在单架上幸运获救 军方证实飞机迫降当时第一个发出求救讯息的就是他 为了帮助伤者尽快脱困 救难队员十万火机赶紧切断飞机上的残骸线路 黑鹰直升机迫降山区机上人员座位图也曝光 其中正副驾驶叶建仪中校和刘正副上位 以及机工长许鸿斌士官长都坐在偏前方的位置 另外参谋总长沈一鸣则是坐在乘客座位区第一排都不幸理难 根据军方人士透露事发当时 郡文社新闻官陈映竹大约是在上午十点 透过赖群组跟郡文社回报说他自己坐在机舱后侧 双脚被残骸压住无法目视机上其他人员的安危 还有网络媒体报道他当下也及时传回坐标位置协助搜救 康镇摄影机忠实记录军中各项活动 73年次出身的陈映竹原本在陆军服制愿役 待在部队当医护士之后转换跑道 目前担任郡文社新闻官 还是军方第一位女摄影师 这回遇上迫降事件 她第一个发出求救讯号 让救难队员把握第一时间即刻救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